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武林大会八卦掌第二周第一场淘汰赛 现在开始 有请场上台判夏云飞 同方选手来自北京的张卫东 站北方选手来自浙江的毛恩青 好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您现在看到的是我们武林大会八卦掌第二周第一场淘汰赛 对阵双方是一位来自北京的名叫张卫东 站来自浙江的名叫毛恩青 然后挂掌多年 一上来之后呢 我们看到他们是有特色 在试探对手 那张卫东这名选手呢 今年是39岁啊 洗五十年 他是非常的有特色的一位 在生活当中呢 他是口才好 出口同章 尤其是这个武术谚语方面 刚才我们看到 这个直接就把黑方摔倒在台上 所以周围的朋友就戏称 这个又会功夫 做饭又香 再加上口才好 这样的男人呢 绝对是男人中的集体 的确是有些 好 好的 那再给电视之前的观众朋友 介绍一下我们的黑方毛恩青 今年那是34岁 洗五十四年 他是在这个 哎呦 哎呦 这一拳直接误打在了黑方毛恩青的嘴上 我们看一下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裁判在给他数秒 在给他数秒 当然毫无疑问我们这一是一个 呃 犯规的一个犯规的一个动作 这一拳的确是非常非常重 我们在这个离内排大概有五米远的地方都听了 那现在呢我们的队一 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和教练都已经 在这个黑方的面前 看看到底怎么样 还能不能继续参加这样的比赛 好 经过刚才的一段时间的调整 我们的医护监督呢 给我们这边最后的这个结论就是说 毛恩青 没有问题 可以继续再打 现在呢 我们也是把所有的掌声送给我们的毛恩青 黑方这种精神 哎呀 哎呀 好的 直接直接踢在了营链骨上 这一脚 这个这个腿它感到的实际是好 大蓝青 哎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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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 黑方刚才对啊 哎 好注意 好的 这个腿打得很有力量 很长啊 好的 这个 这个 想制止对方的那个船的进攻 他用了那个 第一击比赛时间到 谢谢